好 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 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来到严美达雾主任的兰雨 温度是落在了25到30度之间 有短暂争雨的情形 而在台东的南回地区 再刮温是来到了32度 也是有短暂争雨的状况 在台东市区一带 最高温是落在了32度 也有短暂争雨 而来到中谷地区 温度是落在了22到29度之间 来到台东的海岸线 最高温是来到了33度 天气非常的好 要注意防晒的工作 另外来到花莲南区 最高温是来到了33度 而在花莲的中区一带 温度是落在了22到33度之间 花莲市区一带最高温来到了32度 天气非常的好 而在秀林跟星辰 温度是落在了22到32度之间 大同跟南澳温度是落在了22到31度之间 来到南部地区 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温度是落在24到32度之间 太武来意跟春日 最高温来到了30度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屋台三地门马家最高温也有31度 同样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高雄的三个原乡地区 降雨机会很高 有80%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而在嘉义的阿里山 温度是落在了16到24度之间 同样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仍爱雨池水里还有信义 最高温是来到了30度 降雨机会有8成 而在台中的和平 温度是落在了18到28度 降雨机会也很高 南庄 诗坛跟泰安 最高温是落在了30度 而在关西 尖石 武峰 温度是落在了18到32度之间 回到北部地区 乌来跟复兴温度是落在了21到34度之间